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那这集我们说两个事 那么 这个第一个事 什么事呢 现在大家都到了这个暑假了 都是放假了 是吧 很多呢七八月份也是中国的一个旅游旺季 很多人呢 可能脱家带口 孩子们也中考了 高考了 或这个考了那个考了 那么基本上肯定都要 就是中国人嘛 也是有这个年假的 有五天年假 十天年假的 十五天年假的 对吧 然后年假主要 集中的休就是七八月份 因为要带孩子出去旅游嘛 顺便家里人可能父母退休了 一起一大家子出去玩 所以每年七八月份呢 是这个旅游的一个旺季 那么尤其现在中国人呢 说实话 现在经济形势不太好 但是我们经济形势再不好 中国依然是全世界 这个就是日子 总体综合的日子来讲 过的是大母哥 真的是大母哥 它不是特别富裕 也不是特别贫穷的 就这种我们讲 平凡的世界 对吧 很多人出去旅游 就是再辛苦嘛 这个旅游的钱还是有的 尤其是喜欢往这些 新疆啊 西藏这些地方去 而且呢 现在基本上就是自驾游 是一个最流行的一种旅游方式 那么自驾游呢 我个人呢 很幸运 我在疫情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时间 我把西部的这条线都跑了 包括三一八这个川藏线 那时候也是二三年 疫情刚放开的时候 那时候也没什么人 那时候我就去跑了 那我想相信大家 对我聊 比较了解我这趟旅游啊 包括什么青海 不是 当然包括这个G315 我也走过 G317也走过啊 这个什么丙叉叉 这个这个路 那也走过一段啊 然后你说这个 塔斯库尔干啊 G314 就是到塔县的那个路 我也走过 塔沙古道也走过啊 然后卢亚县啊 东县西县我都走过 然后还有这个 呃到蒙 到阿拉善蒙的那边 就是甘肃到阿拉善蒙 这条路我也走过 所以说呢 我对自驾呢 拥有这个丰富的经验 那为什么要说到这个自驾 因为只有前两天 发生了一个事啊 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 什么事呢 就是在G318的 应该是波密这一段吧 啊 波密这一段呢 就是说有一个 在一个闪A的一个牌照 啊 一个老公带了他一个 七个月大的一个孕妇 呃 然后他们是插队 插队 大家都知道 走过318的都知道啊 318它就是单车道的啊 双向单车道 就是说你要想这个超车的话 你是要借道的 它是黄须线 你可以借道超 对吧 然后弯道是那个黄石线 你是不能够超的 就是像我像我这样 我属于驾驶经验 其实是挺挺丰富的 全世界很多国家 我都我都是自驾 然后有些地方也都去了 很多很多各种 包括我个人的 这个驾驶证 是这个B罩啊 我是会开卡车的啊 那么这个开过卡车 也跑过一些一些一些地方啊 然后呢 G318说句实在话 我这条路我不是特别喜欢跑啊 为什么特别不喜欢 它的自驾体鞋感 其实并不是最好 真正给你游客跑的 其实是川藏中线 如果你要进西藏 其实是川藏中线 这个是给你游客跑的 你无论是青藏线啊 还是心藏线啊 还是这个川藏线啊 对吧 这些线都包括你说这个滇藏南线 滇藏北线G214 这些路都不是给你去自驾用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些车子是西藏的生命线 新疆的南疆的这些生命线 当然那里的物资 为什么物价那么高 它都是要靠这个卡车运输进去 因为那边很多地方不通铁路的 就是说它给卡车跑的 它生命线不是给你去自驾的 你自驾就是说你偶尔啊 就是说趁着它不是这个交通运输高峰期 你这样跑一跑也就得了 所以在这里跑的时候呢 发生了这个插队的这个事情 昌昌这个事情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不知道了我就重复一遍啊 那么是这样的 根据这个波密的这个公安的这个通报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在插队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当地应该是个老藏 我听他一个口音穿红衣服 那个应该是个老藏嘛 他就直接就下来了 喝了点酒 在那边能够喝酒开车的 除了本地人 外地人是不太敢的 他这些就下来 下来呢去跟这个车主去理论 说你有什么插队 别人都在这里等你有什么插队 然后大家发生点口角 然后洪一南呢 然后 然后这个队 然后对方呢也出言就不逊 然后洪一南就是捡块石头 好像要假装要砸砸车 还是砸砸人 就吓唬他 后来那个车上的一个孕妇就下来了 孕妇下来呢 他说我七个月妈批我给你干 那个傻逼玩意儿 怎么怎么样 就是搞了 然后他呢 这个孕妇呢 先动手去抓这个洪一南 那洪一南一开始也没还手 后来呢 实在是女的又骂又打 还要拿石头 这样半年 这样半年是砸上去的 然后呢 男的也就顶多跟他 交互之间退散了一下 然后那个 他的老公呢 从驾驶桌上下来 下来之后就说 你就打110了 就说你怎么回事 旁边的人都在看 也有的人在圈架 也有的人在拉的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整个视频我看得很完整 没有恰多趣味 确实是这名七个月大的孕妇的 他的问题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男的 这个洪一南 这个老丧 他过来 就是说来阻止他们这种行为 插队的行为 他找的就是这个男的驾驶员 他没有去副驾驶找那女的干账 因为他也一看嘛 那也看得懂 一看你二人是个孕妇 然后你又是个女的 不跟你干账 下去就找那个 因为不是他开的车 下去找这个男的 找这个闪 闪A的 就是西安的这个男的 那么就这样一个事情 这样一个事情呢 在也是放在网上的 条件很清楚 网络上就是一边倒的 就是说这个事 一看就是这个孕妇 撒谱打来 撒谱打来 因为很多孕妇 她是这样的 她仗的 她是这个怀孕 她就牛逼 你也不敢动她 对吧 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有争议的是 就是 等到后续公布 这个触发结果的时候 让人大跌眼镜 这个洪一南 被行政拘留了十天 罚款一万 那这个 对过 这个插队的小车 最后的判法是 给她扣了三分 说她是这个加塞 以加塞的方式 然后就给她扣了这个三分 没有给她 好像没有是给她算是这个逆行吧 因为逆行 在这个上面逆行是 好像是国道上面逆行 是扣六分 然后是什么 像高速什么主干道那种的 成主干道 那个是十二分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有 大家可以补充一下 那么这么一件事情出来以后 网上的一片画篮 舆论一片画篮 任何的 无论你在头条小红书 还是在抖音 只要这个事情的下方的 头一条评论 都是讲的 这个法律 为什么不去制止 这个违法者 而总是 就是说 要管理的是 这个反抗者 和制止违法的这个人 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 他也是判了一个像是 户屋一样 不是户 还不是户屋了 因为他是这个孕妇 所以说这个男的 去制止他违法行为 这个男的 他就倒霉 那么事后 虽然说公安局 是这么判的 但是呢 这个 网友就不干了 也得知这个牌照的 这对夫妻 他们在 剥密当地经营民宿 在他们的民宿下面 把他们骂了个 骂了个底朝天 搞得他们好像 生意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事情 大家觉得很操蛋 你他妈的 他下去 又没有动手打了 又没有怎么样 只是制止他这个行为 他喝了 说他喝了酒 他喝了酒 你按醉价 你按这个醉价们醉价 酒价们酒价来处理 对吧 但你说那赔他一万块钱 对吧 所以说人家网友就牺牲说 是不是在318上面 只要是七个月大的孕妇 只要他妈的逆行 加塞 插队 就能他妈的赔一万 就成为网络上的一个笑谈 也就是这件事情 和之前判什么 护欧的那个法官 和南京的王浩法官 成为中国三大 这个奇葩事 非常奇葩的事 所以说呢 中国法律 中国要依法治国 任重而道远 而且我还看过另外一个视频 在北京 地铁里面一男一女 在那里争吵 然后那男的一定要报警 然后最后又把那女的给拖走 然后旁边一个男的 上来第一句话 就说 我就是警察 因为在北京有很多便衣警察 我就是警察 你跟女同志 叫什么禁 上来第一句话 就是跟女同志 叫什么禁 我们都 中国讲究男女平等 对吧 有妇联 讲究男女平等 那为啥 我们发生这个 这个司法纠纷 或者说 产生了这个纠纷 那为什么一定就说 跟女同志 叫什么禁 她是孕妇 她就 有 有 有理由 她就可以骂人 她就可以打人 她就可以先动手 而最后我还得陪孕妇 一万块钱 然后在北京地铁里面 发生那个事情 就是说 她是女同志 你跟女同志 叫什么禁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话就讲出来 就是让人觉得 觉得很奇怪 就说 中国一直在讲 上到这个习近平 也是在讲说 要这个依法治国 对吧 而且是社会是 讲究极度男女平等 全世界最男女平等的国家 就是在中国 任何一个国家 男女是不平等的 包括西方发达国家 包括很多人崇尚了日本 日本的社会 对女的是极度压榨的 逼迫到你 最终只能去卖淫 去占街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他们认 他们就说 就是我也不知道 中国女的 很多女的 很多人去向往日本 我也不知道去向往啥 难道你希望 你 你变成那个样子吗 所以在中国 我说过 西方有对中国的 开了去计划 起码中国自己 对自己老百姓 也有他妈的 开的去计划 就是说 就是说你 就还有这个护欧 就是让我感觉 特别扯淡的 我建议中共 必须要 对基层的 这种 民警的这种 执法 要进行 新的 要制造 这个思想 要有这个 革命指挥委员会 你们要去 这个制造 这个思想 因为你现在 中国 你错了 你过去 中国是个 内政性国家 也是个 大陆军主义的国家 就是你的刀把子 跟枪杆子 你说你是基督队内的 你要保证 内部政权的稳定 那么这个时候 你去向秦国的 商鞅的 变法的那套 商鞅 渔民武术 比如移民政策 辱民政策 平民政策 弱民政策 这些政策 你去使用 这个 你对于你的 你这个执政党来讲 你统治者来讲 你是需要这么去做的 因为要是一帮 听话的老百姓 但是现在 你不是不能够 这么去做的 你这种商鞅武术的 直接的政策 就是体现在 呼这件事情当中 我他妈被人打了 我不能还手 这个是极度 操弹的一个法律 所以说很多人 你看 这就会导致 像东北那个夹包哥一样 他夹个包 算了被人在拿套筒 他都没有进行反手 这就被人弄死了 所以说 把中国的男的就是 搞得已经没有血性了 但他们认为 有血性不是好事 因为有血性 有血性 可能你他妈就就会 变成成胜吴广 包括我也看到 这个有的文章里面 也删减了成胜吴广 这件事 就是这个文章 在课本里面 也给它删掉了 就是说 所以说呢 你要是敢这样 互打的话 代表你有反抗意识 那么 这种 我说过 过去你是一个 内政型国家 你搞这个 其实也是不应该的 但是我是可以 可以知道 你的这个 真实用意是什么 但是现在 中国是个 外拓性国家 你内部的资源 都没有了 很多公司 都出海去找 找银审 中国人 大量的出国 去找银审 你北京 为什么要和 那么多国家 搞那个免签政策 不就是给中国很多人 能够出去 能够便利 提供一些便利吗 去那个国家看看 考察考察 认为有机会 你就出去 被在国内卷了 有想法 你就出门吧 对吧 那么你 而且你的 现在对外政策 你提出什么 一带一路政策也好 进攻型的 现实主义也好 包括远洋 防卫战略也好 这些都属于是 攻击型的这种政策 那么在这样政策 背景之下 你对你的老百姓 就必须要培养一定的血性 对外的血性 对外的血性 你就是说 在国内 别人 就是正常的 别人打我 我就可以正当防卫 我就是可以跟他打 而不会被判户 而不会被判户 对吧 而且跟什么这种 这种女性 你到国外去 中国男人 其实在国外 是在外国女人面前 是吃亏的 你看那些老黑 那个战斗力多厉害 你看那个 新西兰那种毛利人 那种女人 五大三处 魁梧的不得了 那铁棍直接 直接 直接 直接他妈的 直接就照着脑门上 就来了 包括美国那些 那些黑妈妈 是吧 一个都 都肯牛逼的 跳了那种傻逼舞 上来 所以说 这就是一个问题之所在 你不能再执行这种政策了 执行什么 这种互殴 动不动就互殴 动不动就互殴 这个政策是 给基层民警 要重新再 学习学习 组织组织 不能再这样子搞了 你看现在中国人在海外 被欺负成什么比啊 东南亚人都觉得比你档次高 他都敢随意 他妈欺负你 你在国内 由于长期这种压抑的环境 包括 那个印度的女主播 到中国的泰州来 他敢那么那么屌 每一个路人都是在 到万豪的服务员 到火高铁上的男的 到路上骑电瓶车的 包括在厕所里 被他拍的 对脸拍的那个女孩 大家都是这种 很善良 善良是一种好事 对自己的同胞 善良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对吧 但是对外你绝对不能这样子 这样子你会吃很大的亏的 因为除中国以外 西方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包括全世界大部分地方 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他不像你中共搞社会主义 一定要给你消灭贫困 大家都说差不多 对吧 但是他们是不搞这一套的 人家有妇林区 是有贫民库的 人家有他妈的这种种姓制度 这种思想 所以你中国人就这样软啪啪的 在外面就吃亏就多 就老是 在外面很多事情 就是中国人就老是吃亏 然后不知道怎么去办 然后就会大吼大叫 或者做出一些过激行为 对吧 就好像在英国台钢琴 那个屌人他妈批 他明明在 他应养你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应养他们 你要知道怎么样在不斗怒的情况之下 这种应养他 说怪话 这个东西其实都要在日常生活中锻炼的 所以说 这个我认为 像剥密这个事情 又是做事 中国是个人治社会 你现在这么多年了 你这个法制 依法治国一直都没有落实 对吧 因为这个事情的最大因素 就是说 她是个孕妇 孕妇她是特殊人群 对吧 但是我们讲 我们不去讲这个东西 你法律是要去讲 是说她是什么人群 什么人群吗 是不是 这个实际上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之所在了 过度的去阉割 中国男性的这一种攻击性 合作血型 反抗精神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现在反抗的是美帝国主义 你现在政策是要对外 对吧 你现在中国开始变成一个外交型的国家了 对吧 包括外交部的 这个外交的 他都是有外事主义 都进入政治局 这个里面去了 而且你现在自己本国国内 已经没有什么资源可以耗了 只有到海外去弄资源 那中国人将来出国是越来越多了 都这么软啪啪的 被老外打了 也像国内那种逻辑思维是一样的 就这样 我不安闹 你被人家 往往你不敢反抗 有很多人他世子 老外啊 他们的思维就是世子挑软的捏 你不敢反抗 他就给你搞 你像外国那些青少年 那些他妈的 那些逼火 只要你他妈上去真的揍他们 或者是真的干他们 他们会很害怕的 他们不敢跟你玩命的 只有中国人敢玩命 但是一定要被逼到 他妈的逼的墙角了 但有很多人被逼到墙角 还他妈不敢还手 所以国内这个 呼这个政策 是极其操担的一个政策 这个我觉得 政府确实是要改善一下 因为你现在是对内 你不对内 你闭关锁国 像那个朝鲜那样子 对吧 我们如果变成西朝鲜 那你这样子搞 是要大家都要 他妈的服贴你是吧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是要对外 你不停的 想说对外 你不停的 叫中国人出去 你怎么能这样呢 包括你看 你看这个 在网上说不要仇日 那不要仇日 那这些人 最终来仇恨谁啊 对吧 我们是为卑为感忘忧国 你说不能仇恨 那那样日本跟菲律宾 去搞那个 相互准路协议的 就在你家门口 你不去仇他 包括把那个伊莎给封掉 把那个一个人的莎士比亚 一个人的莎士比亚被封掉 这又是 里面又是一个 一个帝王兴术的一个东西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中国网络上 为什么我不做内网 也许我做内网 我也可以至少做个 一百万粉丝出来 也不是特别难的 难的事 因为我懂社会心理学的 就是说我做个 就是说我跟各位 我是不搞社会心理学的 因为大伙都是有识之士 很多人的学历都蛮高的 在内网 我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 大部分的学历都不高的 要想煽动他们 很简单的 对吧 把他们煽动起来是很简单的 让他变成我的粉丝 像这个上子健一样的 就是一杀叫上子健 就像他一样的 弄点讲话 他还是念稿的 读稿的 我是不用读稿的 我是可以一听到底的 我这里没有任何的稿子 我整个思考的过程 都是给你看到的 对吧 所以说 就这样子 我可以去做 至少一百万粉丝 弄出来没问题 我也可以接很多广告 我也可以挣得 比他妈油管多多了 卧槽 接着广告一场接接一场了 没问题的 一年他妈搞个搞个 真正 那个时候才能把那个东西 当做主意 真正一年搞个几百万 没问题 但是 老兵就这样说了 肯定会给我疯掉的 百分百 而且在中国 你看那么多粉丝 那么多人 像什么 还有一个人说自己 爱国叫什么大蓝 那个大蓝也给他疯掉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什么那个贸易 大蓝的贸易被这种人 他本身是应该活该 为什么有一千万以上的粉丝 老是在那里疯 而 只要有些官方背景 他不会被疯 你要知道 你不是边内人员 你也不是他妈有党支部的 你们公司里面有党支部 你也没党支部 那你有这么大影响力 一千万以上 肯定就要干你的 可能不用想的 怎么可能让你是非党支部的 你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但是我也就说了 像伊沙他们这样的人 他们的主要粉丝 都是中下阶层的 他在搞这种情绪 这个是应该的 对吧 再说了 话又说回来了 对日这种情绪 不是我们煽动起来的情绪 你不能说叫老百姓 来背黑锅吧 对吧 这个情绪是怎么来的 说句实在话 大家心里都清楚 咱们也就不点名道姓 只挑明了说这个事 所以说呢 现在的这个问题点就在于说 中国人现在要大量要出去 但是出去他妈的 美国又是大量的煽动 别的国家的老百姓 对你中国人不有敌意的 那么你怎么样出去 怎么样成功能够出去 你的企业 你的能源 做生意做买卖的 怎么能够成功在海外 形成真正的力量 这个就是要从改变 从国内这个执法开始改变 这个就叫做 你是一个外交型国家了 像美国那样子 美国总统商量就是搞外交的 他内政他不管了 因为他们是需要去掠夺的 你现在中国也有 也有这种趋势 对吧 俄罗斯他也是外交型国家 他不是内政型国家 这一点大家也要搞清楚 你中国也是作为一个大国 你现在你看 大量的国家主席在处理的事情 不是内务的事情 而是外务的事情 对美关系这一块 都处理对周边关系 这个是重点了 这是工作的重点了 内部的事情都交给总理去管的 所以说 这个政策 什么动不动不动 连反抗的权力都没有 你他妈出去 中国人出去就是非常吃亏的 这个注入这个大脑里面 就像在那个新西兰 那个公交车上面 一车的中国人 看到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被揍被打 一点声音都没有 就当没看见 这就是你容易 你就被人家随便 就被人家给拿捏 随便被人家吃吃的 就这么简单 好吧 所以结合这个 最近这个热点 我就说一说 明明别的意思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